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为大家介绍波叔的生平。 1939年,马斯增在香港的太平剧团因为缺人,所以特别邀请梁醒波加入人民母生。 梁醒波从此和太太与女儿留港发展,1941年改投保顶剧团。 逆年,日军大举进攻香港,梁醒波攜妻女逃往广州,然后又到澳门,站江和广西等地。 他与谭兰卿、刘克孙等人,组织了新太平剧团,在广西各城镇巡回演出。 二次大战后,梁醒波回到香港,参加新世界剧团。 后来身体日渐发伴,不适合再演小武器,由班政家邓十四推荐,改演丑生。 他天生有逗落本领,插科打运,以津化景。 先后再先凤鸣、初凤鸣、大龙凤等著名粤剧团演出,奠定他在粤剧界和电影界的丑生王地位。 1950年,梁醒波得著名粤剧片剧家,任户花引箭,开始拍电影。 第一个作品是《林老入花丛》,1950年出品。 多年来,参演近400部粤语气曲片和歌舞喜剧,曾经为电影图李曾春作词,时为1962年。 到了1967年,香港无线电视TVB启播,梁醒波加入TVB,成为开台功臣之一,主持大型中艺节目欢乐今宵达十数年,直至病逝前三日,仍然演出。 1970年代,粤语片色微,梁醒波演出了不小国语片,包括1970年的恭喜发财,商喜临门及家友言妻等,大多数是幕后配音。 梁醒波曾连任五届八和会馆主席,对粤剧贡献良多。 1977年4月13日,港督麦理浩着视代表英女王,向梁醒波颁授MBE分咸,表扬她的艺术成就,是首位香港艺人获得此榮咸。 1980年6月,红线女率领广东粤剧团青年团圆,到访香港,并与香港的粤剧老官合作, 亚族表演是梁醒波与红线女合演的刁蚓公主岸腐马。 当时梁醒波几经患了抢癌和刚做了手术,他带着尿袋演出,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表演了。 1981年2月12日,梁醒波因抢癌病逝香港,享年73岁。 2月17日,于曼国殡仪馆出殡,采用佛教仪式,遗体火化后,安放屯门青山青虫观和父母合葬。 各位关于波叔的生平事迹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述波叔的生平,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啊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频道,和记得按下个铃铃, 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